經濟部施言祥施部長給我們支持 謝謝 經濟部商業師葉師長 福保館店的廖總裁 法國南代學院亞洲區總監 Mr.Charles Couture 以及美國GRA 我們的Founder 叫Directing Director Mr.Michael Oshman 還有我們中衛中心的書總經理 影子大學的曙教授 高雄參與學院的榮校長 新田地的歐董事長 我們陳定國 陳董事長 還有新葉的師總經理 各位參與業界的先進 以及所有來自國內外各地的貴賓 大家早安 大家好 大家好 今天非常高興能夠參加 2011台灣美食國際高峰論壇 由於長期關心台灣 和餐飲業發展 以致於美食推廣的業界親戚們 大家共去一堂 對各位在房屋之中 能夠波榮鼓味 我請代表經濟部表達由衷的感謝 各位都知道 好美食國計畫 可以帶動國內餐飲觀光 會展農業等產業的發展 行政業已經將美食國際化 列為十大重點服務業之一 更在去年核定了台灣美食國際化的 行動方案 這邊更多的報告一下 根據統計顯示 到去年年底為止 台灣第七個參與業者的 以利失業加速是 十萬兩千一百二十九家 較五十八年增加百分之四點二八 一月額是三千四百四十七億元 較五十八年增加百分之七點一二 另外今年累計一到六月 參與業的民業額是一千八百五十三億元 較去年同期增加百分之七點三四 這些數字都說明 目前在台灣 美食服業已經在穩定的發展之中 看起來更多包括 去年行政業核定的台灣美食國際化的行動方案 以推廣台灣美食國際化為發展的策略 提出兩個策略 一個是在地的國際化 一個是國際的當地化 希望能夠共同追求世界美食匯集台灣 以及讓全球來讚嘆台灣美食的願景 這邊跟各位報告一下 以美食為主著來尋銷全世界 是現在很多國家特色文化輸出以及國際推廣的一個主流的策略 而台灣美食在獨特的歷史文化以及經濟社會背景發展之下 匯集的中華以及其他國家料理融合的傳承 承認出多元豐富以及活潑創新的營養光 經濟部為了推動這個計畫 也成立了台灣美食國際化 推動小組和經濟部的梁國欣次長 擔任召集人來做跨部位的協調整合的工作 另外也成立了台灣美食國際化推動年營會 集結了新業、鼎泰宮以及王秉等等 業者不定期的辦理相關交流活動以及相關的會議 促進了業者之間的合作 也建立政府跟業者之間溝通的平台 希望能夠共同將台灣美食推向業 正在邁入發展的高度 各位可能都知道 三年前新天地餐飲集團上市主流工 接著摩斯漢堡、巴塑陸西、王秉集團 也都在陸西的準備或者要掛牌 由這些企業的股價要限來看 美食服務業的發展、潛力以及普遍受到投資人的認同 透過這種方式 不僅能夠提高美食服務業的在市場上的能見度 也將有助於吸引更多優秀人才的投入 另外有點跟各位報告一下 除了上市會發行之外 美食服務業獲得了創投基金的青睞 其中最著名的例子就是 施政榮先生的製酒品牌創投公司 成功的整合業界 籌設台灣美食國際公司 建立Monga Monga品牌 創投資金的益助 可以打通台灣美食服務業 進行國際市場的通路 今天的論壇 經濟部特別邀請到國內外 美食以及協助界的重量級人士 包括剛才介紹過的 法國藍帶學校亞洲機總監 Mr.Charles Kontu 美國綠色餐廳協會 創辦人Michael Osman 泰國主持協會 榮議會長Marco Rushweider 武華飯店廖東漢總裁 新電梯偶敏輝董事長 紅石漢房房善人副總經理 天文明察莊延明副總經理 以及國立高雄強女大學的榮基葉校長 聯制大學的許吃金蔣周教授 蘇萬大學的陳定國 講授教授等等 藉由不同的經驗交流 一定能夠帶來不同的觀念啟發 進而激盪出 嶄新的參與的思維 來跟各位報告一下 今天除了場內很精闢的見解分享之外 主辦單位也在會場外 此外固執由曾經獲得多項國際級賽事冠軍的金牌廚師 為世界來現役 呈現進行打造的蘇果雕 取名為牡丹孔鏖 而且用新穎的科技來展示浮空投影的成果 介紹乳酪飯牛肉麵等十道台灣經典的小吃美食 此外 全力米香 原茶工坊 馬加麵等 馬加麵線等全省各地 多項台灣特色伴手禮也一起參加展示 今次大家在研討會之旅呢 能夠多參觀 了解背後文化的意涵 以及感受它歷史的一個演變未來的前景 個人中心盤盤 這場結合國內外場觀學院各界經營共同參議論壇 能夠為台灣的參與本事發展注入一股更大的活力 最後敬祝論壇連滿成功 各位朋友身體健康萬事福利 謝謝各位 謝謝